如果吃了極充殲之外 有胃脹如何處理呢 第一 通常有胃脹的人 有一個飲食文化 就是多吃小餐 他一定要改變 因為胃就受不了才會脹 所以你現在一天吃兩餐 要轉去吃四餐 然後你就會說 我要做事 我不行 我開不了飯 你在公司擠蘋果 擠香蕉 在餐與餐之間加一個水果 儘量避免集中飲食 集中飲食是胃氣障 和胃腩的主要原因 最重要是由半包開始 任何人同身的消化功能 不要由半包開始 我經常舉個例子 這個台這麼重 我叫你一個藥質女子 突然拿起它 你會否覺得很辛苦 就等於你這條腸 如果甚麼都不需要負荷 因為你平時吃的東西 是很快的 很幼細的 不需要怎麼餘動 你突然給那麼多纖維 喝完水 一重了 它就不夠力了 結果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覺得不適 有這個瘦 或者不舒服的感覺 就給它一點點 讓它練習了自己的肌肉 讓它慢慢有力之後 它就會沒甚麼大問題 你會不會讓它打開 我們會不會讓它